范蒂冈电台训 教宗方济各9月7日主日主持诵念三中经祈祷时 再次为乌克兰和数日前发生政变的非洲莱索托的和平大声疾呼 教宗也念及在伊拉克受不害的基督信徒和那些致力于支持援助他们的人 乌克兰和莱索托这两个国家相隔甚远 但不幸的是此刻却都发生暴力事件 教宗强调 近几天乌克兰东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在寻求停火协议上取得显著进展 尽管现今人能听到令人担忧的消息 教宗说 希望这进展能减轻人们的痛苦 有助于建立持久的和平 让我们祈祷 陶石纳已经开始的对话能在相遇的逻辑中继续 并结出所渴望的成果 圣母玛利亚和平之后请为我们祈祷 此外我也愿意协同莱索托的主教们一起为该国的和平疾呼 我谴责各种形式的暴力 祈求上主使莱索托王国能在正义与友爱中重建和平 在这之前 教宗向聚集在圣伯多路广场上的信众 讲解了基督徒团体的弟兄规劝之道 他说 当纠正一名做了不好的事的基督徒时 耶稣建议我们逐步介入 这种建议式的手法指出上主要求他的教会尽力陪伴犯错的人 为的是不让他失去方向 失去信心 教宗引述主日福音的主题说 首先要避免传扬团体的闲话和流言蜚语 去要在你和他独处的时候规劝他 面对犯了错的人 态度要谨慎、慎重、谦虚 要避免言辞伤害到弟兄、杀害弟兄 你们知道言语也能杀人 当我说长道短、做出不正确的批评 用我的舌头刮伤弟兄时 这就是破坏他人的名誉 教宗说 在天主面前我们都是罪人 都需要上主的宽恕 耶稣对我们说过 不要判断人